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王爹 我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膩 各位知道 所有英雄裡面 勝率最高的是哪一隻嗎? 我相信如果我沒有說 大家絕對不會猜到這一隻 是全角色裡面 勝率最高的一隻 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的主人公 希露卡 大家肯定想不到 希露卡竟然是所有英雄裡面 勝率最高的英雄 但是他的出場率只有0.7% 代表說非常少人玩他 那玩他的人勝率又很高 今天就是要來好好介紹一下這隻英雄 讓大家爬分沒煩惱 那首先奧義的部分 大家可以帶百川奧義 或者是帶暴擊奧義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一方面 就比較沒有那麼硬性要求 大家就照自己的習慣 自己的打法 適合帶哪一種 自己帶的順打的順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就是魔紋的部分 我直接把魔紋放在左下角 給各位參考 那這一場我們大顆的魔紋 帶的是聖靈召喚 也就是俗稱的小精靈 各位也可以把大顆的魔紋 帶成煉金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可以的 因為西路卡這隻英雄 算是大後期射手啊 你越快到大後期 你的影響力就越大 那這裡我們的輔助 發現對手艾翠絲 在反我們的紅buff 艾翠絲一個人來反 我覺得就是猶泳無謀 那這邊配合艾瑞 我們先收掉了 對手艾翠絲 拿到了手殺 那拿完艾翠絲的人頭之後呢 對手薇拉看起來是跑不掉 這個瞬移交的實在是有點慢 一個普攻之後看到對手圖倫貼上來 我們秒開順移往後拉 那像西路卡這種大後期的射手啊 前期拿到人頭是非常賺的 你可以提早進入大後期 那因為是大後期射手的關係啊 我們前中期要做的事情就是 收割人頭盡量的掠奪場上的經濟 那我們這邊把魔龍吃掉之後 我們的輔助是艾瑞非常的強力 他丟出二技能緩住對手射手之後 直接順移上去綁住他 接著我們在塔下直接開啟大招 無情開噴 配合我們的艾瑞 我們直接拿下的三顆人頭 艾瑞拿一顆我拿兩顆 對於西路卡來說 前期有這樣子的發育環境 真的是賺爛賺爛 那我們要把一隻英雄玩得很強 我們就是要先熟悉他的技能組 我們才能夠摸透他 玩透他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西路卡喔 就來跟各位簡單講一下他的技能組 我相信我沒有說的話 各位也不會去看啦 所以我就直接在影片中跟大家說 大家邊看影片邊聽 這樣子會比起自己去看 還要來的有趣多了 那這邊我來講一下西路卡的被動 那被動是使用普攻命中敵人的時候 每一下普攻 會提升3%的爆擊機率 以及8點的物攻 持續3秒 最多疊加5成 代表什麼意思? 你只要普攻5下 那你的爆擊機率就會乘以5 3、5、15 你就會多15%的爆擊機率 然後8點物理攻擊乘以5 8、5、40會多40點的物理攻擊 各位了解意思嗎? 那我們先回到遊戲中 對手這個勇也是傻傻的 直接靠近我們開大招 雖然不是我們拿到人頭 但是有拿到助攻就賺了 那這邊我誤判了對手圖倫 可以擊殺的距離 我就交上了瞬離 所以這邊是我個人的問題 蠻虧的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介紹西路卡的一技能 那西路卡的一技能呢 按下去之後會加80%的跑速 持續2秒 而且會持續的衰退 代表說這個80%的跑速 會慢慢的在這2秒內衰退到原本的速度 那這邊要講一下吼 他的一技能可以馬上取消他大招的架砲 他大招是加一個砲台 所以他可以馬上取消這個砲台的這個架設 馬上離開 加速離開 然後並且增加物理攻擊力60 那接下來我來簡單介紹一下2技能 就是他會在地上放一個陷阱 那如果敵方英雄踩到陷阱 他會獲得他的視野 並且會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物理傷害 而且還可以緩速對手30% 那並且自身西路卡獲得護盾 就是比較簡單的講解給各位聽就可以了 各位不用去熟記一些太多 那接著是西路卡的大招 他會進入這個架砲的狀態 持續15秒 這期間是不能夠移動的 雖然不能夠移動對射手來說很傷啊 但是西路卡的大招同時給他增加了雙防 各240點算是蠻高的 所以說你在架砲型態的時候 你的雙防會提升240點 比較不容易被敵人給秒掉 那在架砲期間呢 你可以施放7次的大砲 這7次的大砲會爆擊 所以如果你好一點打到對手的後排 脆皮 可能三下或者是兩下 對手的後排就會消失 所以西路卡我蠻推薦大家出王者之劍 那出上炎怒之爪呢 就是希望可以配合他的被動 快速把那5下的普攻給打完 所以我覺得炎怒之爪也蠻適合西路卡的 每一下普攻之後 你的普攻速度會越來越快 讓西路卡可以快速的把他被動疊到最高層 獲得15%的這個爆擊機率 然後獲得額外的幾點啊 60點還80點 8540 40點的物理攻擊 那接下來就進入到真正的實戰解說部分 那這邊我們直接開啟大砲 可以看到我們連防禦塔都是可以炸的啊 我們炸防禦塔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我們這邊先把對手防禦塔給拆掉 那這邊對手的這個... 維拉 殘血了 我們交傷瞬移要點他 結果沒想到是點在圖倫身上 距離不夠去點維拉 這會被圖倫給反修掉 比較可惜一點 但是隊友也馬上跟上來 把對手圖倫收掉 那西路卡的推塔能力 以及壓塔能力是非常不錯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接下來這個畫面 我們的一隻兵線進去了 砲車進去了 我們直接開啟大招 狂轟啊 對手誰敢站在塔下收塔 我們直接把防禦塔炸到半血 依照對手剛剛的狀態 加上我們旁邊有艾瑞 沒有人敢收塔 這波兵線進來 我們直接把這座塔給壓掉 所以各位我覺得西路卡是一隻 你只要掌控的好啊 應該是全射手裡面最暴力 後期最暴力的角色 那這裡一樣再次展示西路卡推塔 到底有多噁心 開啟大招直接狂轟就對了 沒人敢走進這個範圍啊 配合隊友這個中路塔 被我們咻咻咻 兩三下就可以摸掉了 而且到大後期啊 西路卡架炮 如果對手射手或者是對手刺客 要來抓西路卡 他肥的話 真的是兩砲吧 對手就會直接蒸發掉了 雖然說把西路卡 講得非常的完美 推塔什麼都非常好 但是呢他還是有缺點 畢竟他也是個射手嘛 也是個脆皮 像對手薇拉直接瞬移過來 愛心清一下大招放下去 我們西路卡也是會消失的 那接下來這一波會戰比較混亂一點 大家就認真看西路卡 到底該怎麼在會戰中生存 這邊我們被薇拉的愛心清到 接著我們的輔助出來幫我們擋招 艾翠絲開啟大招之後 我們直接一個走位 躲開艾翠絲的大招 原地架炮 直接把對手開射 最後由我們的中路洛里昂 拿下一顆人頭 我們拿到了一個助攻 那這邊我們取一下我們的架炮 讓我們的大招冷卻只剩下10秒 接著等到兵線進來的時候 我們的大招又可以再次壓他 那這一場的輔助是配上艾瑞 我可以比較安心一點 對面葉姬想切我 艾瑞綁住我直接開射 直接先把葉姬的人頭收掉 他連開大招的機會都沒有 接著我們原地架炮 直接開射對手防禦塔 對手根本就無力招架 你們知道嗎 那接下來就讓各位看一下 肥了之後的西路卡 到底有多噁心 我們在這個草叢做一個埋伏 因為這邊有一個凱撒小兵要推進 對手有可能會有人出來 你不要問我 為什麼會知道對手會出來 我覺得這都是經驗的累積 像這邊對手薇拉就走出來 想要清兵嘛 我們這邊西路卡直接開大招 我們也不急於 我們就等待最好的時機 我們再開大招 有沒有看到 我們四砲 對手的這個薇拉直接死掉 還沒到大後期就有如此高爆發的傷害 西路卡這隻英雄 你還不玩嗎 接著畫面一轉 我們來到中路的會戰這邊 那看到馬洛斯跳大圖 圖倫直接躲開 我們這邊丟一個二技能 配合兵線進去 我們直接開啟大招 兩下配上瞬移 直接把對手的圖倫給收掉 非常的暴力吧 是非常的強的 西路卡的傷害非常高 那這邊對手業績 就算開啟大招也沒有用 我們一個拉扯 也是直接把對手業績收掉 開啟大招在那邊回血吸血 都沒有用拉 我們只要在這期間不死 這個業績就等著被我們射死了 而且我們的大招非常快 西路卡的大招非常快 各位有發現嗎 十幾秒就有了 那這一場基本上 遊戲的主導權 都是握在我們西路卡手上 我們想贏就得贏拉 想輸就得輸 各位了解是嗎 這邊對手薇拉搞偷襲 我們架大砲增加雙防 直接開轟 對手薇拉根本就招架不住 我們的這個傷害 想搞偷襲還被反秀掉 如果我們剛剛沒有開啟大招 然後增加那個雙防 我們可能就被薇拉給秒掉了 細節細節 那接下來就來為各位演示一下 架著大砲的西路卡有多噁心 艾翠絲切進來 我們也不怕被他開到大招 也不怕原地大招開轟 我們的傷害絕對不會輸對面 坦度也不會輸對面 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都沒有一個好的機會 可以去推主堡 所以這場遊戲拖得比較久 那我們把下路兵線推進去之後 蹲這個草是基本中的基本 我們看到圖倫從藍buff取出來 代表他剛吃完藍buff 我們直接開啟大招開轟 各位了解意思嗎 開轟對手圖倫直接殘血 我們連著對手艾翠絲打 沒有想到對手圖倫大招 還牽到小兵身上 我們一個拉扯 對手艾翠絲 被我們小精靈給射死 看到對手薇拉想請我們 直接拉瞬移 脫離戰場 我們基本上是把對手拉著打 那像這邊對手的這個業績 想要追我們啊 我們也不用怕 因為我們的艾瑞就在旁邊 有危險的話 艾瑞會保護我們 就像這樣子出來直接散榜 我們開啟大招 被對手圖倫牽線 我們的輔助 不是輔助 我們的俘肉輪馬上就來幫我們擋 我們的各種隊友都在保護我們 這場我們一定帶他們贏 反正玩西路卡 各位記得啊 一言不合就架大砲 你覺得距離可以 傷害可以 大砲架起來 隨便亂按 人頭一堆隨便拿 那因為西路卡沒有位移的招式 所以你會戰的站位是非常重要 還有包含你的走位 那接下來就是 只要有大招就開大招 隨便亂轟人頭就是一堆了 那這邊我們追擊對手圖倫啦 我仗著自己的傷害高 瘋狂追著對手跑 那沒有想到對手的圖倫傷害身高 貼上來就直接把我蒸發掉 這邊我比較失誤一點 那這一場的話是雙方射手之間的較量 怎麼說呢 因為對手的勇也是非常的肥 勇到大後期的傷害輸出也是不容小覷的 那這邊我們拉打對手艾翠絲 把他復活甲打掉之後 我們直接原地開大 這個艾翠絲就是囊中之物啦 跑也跑不掉 那我們現在這個狀態呢 看到對手勇 我們也不能冒然進攻啦 因為對手勇傷害也是非常高 我們可能被他兩劍 我們也是被蒸發掉 所以我們必須拉個角度拉個距離 不要太急躁 對手也敢來支援了嘛 所以我們不要看到眼前的勇 就想跟他幹起來 雖然我們傷害很高 但是我們還是要看情況撤退的 那這一場吸路卡的素材 我好像打了半小時吧 打得非常久 因為對手手塔真的是守得太好了 那這邊我們看到對手勇 只要來下入清兵線嘛 我們在這個草叢墾直接開啟大砲 來喔 各位看一下 一下 兩下 三下 四下 對手勇就消失了 我們出了王者之後 這個傷害更加的爆炸 我們基本上已經可以當作一個刺客在使用 那這邊我們把兵線壓進去之後 對手薇拉補上瞬移過來想親我們 我們也是接上瞬移 他不敢進草叢啊 他怕對手會來支援 怕我們的隊友會來支援 那這裡我就是 仗著我自己的傷害很高啊 就出去 比較可惜一點 就多送一顆人頭 那我們的隊友也是有成功收掉薇拉 那其實可以看到喔 對手已經把我當成首要目標 想抓就是先抓我 那這邊艾翠絲直接黏到我身上來 圖倫也想開我大招 我們的馬洛斯幫我擋住之後 我開啟我的大砲直接原地架砲 增加雙防啊 對手艾翠絲也打不死我們 那這邊業績直接開大切過來 沒有關係的 我們希露卡拉打很強 只是沒有料到對手圖倫也過來啊 因為圖倫的傷害非常高 這邊就被對手給反秀掉 比較可惜 那希露卡呢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會戰中啊 他可以在超級後面輸出 我們在這個草叢裡面 直接參與會戰 開啟大招 找準時機 大招一直按 虎弓一直按啊 那對面業績想要切過來嘛 直接開啟大招 他馬上滿血 因為我們的傷害很高 他殘血馬上滿血 我們直接個拉扯 好不好 還是得收掉對手業績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傷害到底有多高 先拿下雙殺再說啦 那對手艾翠絲還想殺我們 真的是異想天開 這邊在反收掉他 拿下一個三殺 可惜被勇給收掉 我們如果戰位好一點 有出嗜血攻的話 也許還有機會跟勇一戰 那對手現在三座高地塔 全部被破掉 我們找準時機來吃的 這條魔神凱撒 基本上可以說是贏了啦 如果對手的高地塔 或者是自己的高地塔 被破掉的話 只要再吃掉一條魔神凱撒 這一場的勝負 可以說是直接穩穩的贏了 那這邊魔神凱撒 是由我吃掉的 那我一定是放在中路這邊 我們先把兵線給帶進去 等待隊友的狀態都好的時候 我們再召喚這個魔神凱撒 那透過今天這一場的講解 各位應該就能夠理解到 為什麼希露卡這隻射手 能夠佔所有英雄的勝率第一名吧 我自己往往都覺得說 哇靠這個傷害真的是很不科學啊 我們遠遠的就可以秒掉對面 完全沒有任何危險的秒掉對面 那這邊我們開啟大炮想要炸對面 炸不夠喔 我們還直接補上瞬移開炸 收掉了對面這個... 維拉的人頭好不好 在還沒開戰 維拉還沒輸出啊 他就先被給蒸發掉了 那我們這裡殺掉對手維拉之後 我們就準備施放魔神凱撒 其實我覺得剛剛可以更早一點 把魔神凱撒給放出來 但是我想說 對 先打一波會戰 再說看情況放 那這邊把下路兵線壓進去 順勢來吃這個藍buff 跟對手野怪 我們現在的錢已經來到5500多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遊戲時間 已經來到這個26分鐘 快27分鐘 打了半小時喔 非常的兇悍 那這邊對手想要切我 我直接開啟大炮 雙防加下去 隊友直接過來支援 我們的復活甲被打掉之後 起身我們想要換這個死神鐮刀 但是手速有點太慢了 我剛剛在發呆 因為玩太久 其實眼睛有點疲累 沒有關係我們死掉 但是我們這波會戰是贏得勝利的 而且魔神凱撒也壓得進來 那如果你還不知道 你要玩哪一隻英雄 當作你的這個 排位爬分神角 西路卡推薦給你們各位好不好 冷門不會有人跟你搶 傷害非常高 機動性也不差 那這一場我們拿下了21克人頭 而且我們的輸出高達 40幾%吧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們的輸出應該是高達40幾%的 而且偷偷跟各位講 我覺得除了小青之外 整個傳說對決裡面 胸部最大的就是西路卡了 各位了解嗎 43.2%的輸出應該非常夠看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皇帝 我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膩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恭喜 月後 拍拖 月後 兩張 aerospace 師